第248章 真妙抬眼与真太妃对视 见到的就是真太妃 发自内心的微笑 真妙便也笑了 能和姑祖母像是我的福气 真太妃抬手 有些连些地摸了摸真妙的发丝 妙丫头 比姑祖母有福气 太妃 嗯 您今日有一些奇怪 哪里奇怪了 真太妃嫌你是她 真妙面臣笑道 说不清 就是觉得太妃今日有些不一样呢 触及真太妃慈爱的眼神 真妙隐隐明白了什么 往日真太妃神采飞扬 风华绝代 任谁见了都会觉得是神仙种人 可远观而不得亲近 而今日太妃看她的眼神 是长辈和晚辈的目光 这可真是奇怪了 她家姑祖母 怎么可能有这种正常的祖辈 看孙女的眼神呢 很不适应的真妙 又忍不住看了真太妃一眼 真太妃伸手拍她 瞧你那样子 见了就瞎打 真妙大笑 指着画上的男童问道 这孩子应该就是皇上了吧 太妃的笑意收了起来 真妙不明所以 诧异地看着真太妃 真太妃默默地把画卷收好 从底下抽出一本册子 递给了真妙 真妙翻开一看 更是吃惊了 以前陆续教了你一些养颜方子 没有册子上记得全 当初银月和亲远嫁 我给了她一本 留了一份 你拿着吧 真太妃欲有二女义子 只有银月公主活了下来 当年银月公主出嫁 就悄悄背了两份 心中想着 另一份是给早妖的长女的 真妙没来由的有一些不安 吴祖母 这么贵重的书册 您还是留着吧 我总能常进宫看您的 您疼我 偶尔教我就好了 真太妃冷笑 除了你 还能给谁呢 总不会是真真那个小丫头吧 让你拿着就拿着 别废话 再者说 这深宫大内又不是菜市场 你没事还是少来吧 这妙嘴角抽了抽 信道 孤祖母 这不是您叫我来的吗 她不敢推辞 爽快地道谢 那就多谢孤祖母啦 行了 时候不早了 你也该回了 真太妃一纸桌案上 摆着的点心碟子 随时你做的 好歹是我出的材料 带回去 给两孩子尝尝 小孩子家 吃羊乳比吃牛乳更好 哎 真妙笑着硬了 孤祖母 我还想到了一种 羊乳带塔的方子 等回去试着做出来 若是好吃 就还进宫 给您尝尝好不好 真太妃笑得很温柔 轻声道 好 第二日一早 真妙接到消息 真太妃轰了 这不可能 这句话 在真妙舌尖上打了个转 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知道了 真妙伸一脚 浅一脚地回了那时 脚一软差一点摔倒 穆枝来不及扶 忙扶住床柱站稳 稳稳地吐了一口气 翻一套塑进的衣裳给我 哎 穆枝忙去翻衣裳 真妙扶着床柱缓缓坐下 心里乱成一团麻 昨日太妃还好好的 怎么就没了呢 她手扶着床柱 指甲在上面 有意无意地 划出痕迹来 大奶奶 您看这身形吗 真妙看了一眼 那是一套月白色裙衫 花纹淡的 几乎看不出来 真妙点了点头 就她吧 皇宫是最尊贵的地方 也是最无情的地方 许多妃子身强 呼风唤雨 宠冠后宫 可一旦没了 大多数的家人 连进宫的资格都没有 即便能进宫 也是不能穿笑的 真妙胡乱穿好了衣裳 木质在后面喊 大奶奶 弟子重新给您梳个发型吧 真妙在家里图个字在 只简单地挽着一个件 除了一根玉兰花簪 头上半点事物都无 不必了 真妙撂下一句话 匆匆走了出去 对内识道 公公 可以走了 轿子一颤一颤的 就如真妙 齐上八下的心情 在宫门口 正好遇到了 姜安伯老夫人和蒋氏 祖母 大伯娘 真妙开口 声音都是色的 姜安伯老夫人 抓了真妙的手 沉声道 妙丫头 别慌 跟着祖母走 嗯 真妙点了点头 三人由内室领着路 穿梭于红墙绿柳之间 到底是年纪大了 姜安伯老夫人脚下一滑 差一点跌倒 幸亏真妙和蒋氏 一左一右的扶住了 祖母 你小心 蒋氏跟着道 老夫人 你慢行走 出乎意料 内室并没有领着三人 去见陈庆帝 而是领去了赵太后那里 他的侄女赵飞翠 陪坐在一边 太后和皇后 皆是赵氏女 穆恩侯府 也算是扬眉吐气 姜安伯府老夫人 压下心中的疑惑 领着真妙和蒋氏 向太后和皇后见了礼 赵太后忙迎过来 亲自把姜安伯老夫人 给扶了起来 道 老夫人太多礼了 快坐吧 老夫人哪里坐得住 是累到 不知老太妃 是何时去的 赵太后迟疑了一下 才道 就是昨夜 突发疾病 还没来得及情一一 身就没了 说到这 也跟着抽气起来 真妙没有跟着哭 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悄悄地攥了攥拳 突发疾病 昨日太妃 气色虽不如往事 可还吃了一叠子 养奶蛋卷呢 怎么也不像是会 报病身亡的 可是 以太妃现在 比赵太后还高一倍的备份 广尚又是孝顺太妃的 太妃还能遭什么毒手不成 真妙正寻思着 就听赵太后道 直到老夫人惦记老太妃 要不要 去老太妃住的地方瞧瞧 老太妃用过的东西 都收拾好了 有一些可以带回去 留个念想 等内侍领着 监安伯老夫人三人出去了 屋内只剩下了赵太后 估指而身 赵妃催省不住道 姑母 也不知皇上怎么想的 自打老太妃去了 到现在躲在屋子里 谁也不见 赵太后叹息一声 你年纪小 不记得 皇上小时候处境艰难 若不是老太妃 伸了一把手 恐怕 反正啊 在皇上心里 老太妃地位 比先太后还重得多呢 说到这 轻轻咳嗽一声 震慑道 你也别在我这坐着了 皇上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 你去劝一劝 她总会记着你的情的 赵飞翠翻了个白眼 谢到赵太后伸手拧她 你这是什么怪样子 你是皇后 不是以前还能随便任性的小丫头 快去 赵飞翠逆不过赵太后 去了陈亲帝那里 大太监杨公公一见赵飞翠来了 松了一口气 迎上来道 皇后娘娘 您快去劝劝吧 皇上到现在还滴水未尽呢 赵飞翠不耐地扯扯角角 走了进去 门枝压开了 赵飞翠一眼早去 有些错愕 皇上居然不在屋里 很快 他目光一扫 随后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原来陈亲帝躲在一个墙角里面蹲着 孤单凄凉的背影 就像是潭冬腊月里面 被扫地出门的小奶狗 看惯了他平日冷淡挑剔的模样 这个样子对赵飞翠来说很是新鲜 本来是想应付一下姑母 进来晃一拳就走 现在却有了说话的心情 皇上 人死不能复生 急哀吧 见沉浸地动也不动 抿了抿唇倒 老太妃先去了 皇上也不能一直闷在屋子里 老太妃如何下葬 还要皇上定夺呢 原本真太妃这样的身份 人没了 也就是悄无声息地葬在皇陵 可因为抚养过皇上 勤奋不同 这就要另说了 他斟酌着问道 皇上您看 什么规格下葬合适 要是有追风的话 就不能耽搁了 陈庆帝猛然抬头 怒视着赵飞翠 不许乱说 给这滚出去 你 赵飞翠先是一愣 才反应过来 这是骂他呢 当下气得身子发抖 这疯狗又胡乱咬人了 他就不该吃饱了撑的 生出什么恻隐之心 老太妃就是拿草稀果了 关他何事 赵飞翠从来不是一个受气的 刚刚耐着性子劝一劝 只是偶然生了同情心罢了 此刻与陈庆帝大眼瞪小眼 冷笑一声 拂袖走了 杨公公纠结地喊了一声 赵飞翠铁青着脸往外走去 听到后面动静 回头一看 是陈庆帝走了出来 以为是要追过来打他 盲飞奔着走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骨发疯的时候 他可不能被咬着 陈庆帝当然不是来追咬他的 一出来就揪着杨公公问道 静安伯父来人了吗 来了 来了 杨公公忙点头 家明县主呢 家明县主和静安伯的老夫人 一起到的 先去太后那说了话 现在去了老太妃的住处了 陈庆帝抬脚又停了下来 神情莫测 去叫家明县主来见朕 说完 扭头回了屋子 杨公公忙打发小太监去请真庙 然后瞧见一个宫庄女子 娘娘醒来 拜见贵妃娘娘 曾静提着一个石盒 矜持地点了点头 问道 皇上呢 用过饭了吗 皇上在屋里 从大清早到现在 滴水未尽呢 曾静有一些心疼 又有一些欣喜 面上半点不露 劳烦杨公公通报一声 就说本宫带了一些汤水来 请皇上多少用一些 片刻后杨公公回转 一脸的伪难 杨公公 皇上怎么说 杨公公张了张嘴 甘笑道 黄老上 皇上说什么 杨公公如实说就好 曾静有一些不满意 这杨公公 还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呢 一点眼色都没有 可以说现在的曾静 感受到了那些品级不低的 外面富门的敬礼之后 颇有一些宠妃的自觉 要说他最初选陈庆帝 是孤朱一阵 现在是真正的古金刚来 曾几何时 他一个小小的庶女 养着嫡母的鼻息过火 进了皇子府之后 又是和那一些贵妇们的交际圈 给断开了 而现在 那些侯夫人 伯夫人 谁还敢给他脸色看 不说别人 就是江安伯父 众星彭月长大的 大姑娘真宁 上一次进宫 和他说话 不还是可可惜惜的 曾净回忆完毕 缩了杨公公一眼 还缺了某处的男人 心思格外敏感 杨公公从陈庆帝 还是皇子时就伺候他 现在是大红人 心理路程 和曾净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下心情就不大爽了 咳嗽了一声道 咳嗽 皇上说 哎呀 那奴才实在是不敢说呀 杨公公还和本宫卖关子不成 曾净奔着脸问 他可是乔将了 刚才赵飞翠过来 根本没用通传 这老太监就把人给引进去了 这老不死的 狗眼看人低 以后且瞧着吧 皇上说 我 让您滚 杨公公说着 忙轻轻地打了自己的脸一下 哎呀 哎呀 奴才真是该打 他说着 拿眼瞧着真净 真净就觉着 那轻轻的一巴掌 是乱圆了 瞅在自己脸上 连火辣辣的疼 再也待不下去 扭身走了 杨公公摸着光溜溜的下巴 心想 这贵妃比起皇后来 寒养还真是差了一点 刚刚皇上吼人 声音有一些大 他可都听见了 皇上还叫皇后滚了呢 皇后那脸色 可比贵妃自然多了 过了一会儿 杨公公揉揉脖子 抬眼望去 看到内侍领着真庙来了 他忙迎了上去 县主 您可过来了 皇上一直等着呢 嗯 真庙点点头 抬脚走了进去 皇上怎么不在 他疑惑地找了杨公公一眼 杨公公毛怒怒嘴 真庙定睛一看 陈庆帝正在墙角蹲着呢 臣妇参见皇上 听到真庙的声音 陈庆帝猛然站起 转过身来 狼狈憔悴的模样 吓了他一跳 你们都退下 陈庆帝扫尸一圈 冷冰冰倒 包括杨公公在内的 大太监宫女们 都垂首称势 倒退着出去了 店中只剩下两人 真庙一时之间 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庆帝直接走了过来 就在真庙面前 半仗出站定了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抬口问道 家明 昨日 昨日你进宫 陪了太妃大办事 是 真庙心想 这种事情还需要问吗 一进宫 登记本上不就是知道了吗 那 那你和太妃都做了什么 他问出这句话时 紧盯着真庙的眼睛 从那紧绷的肩 可以看出 心情颇为紧张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真庙觉得不太对劲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道 没做什么特别的 就是陪着太妃说话 还做了几样点心 然后 他停了下来 有些拿不准话卷的事情 要不要说出来 然后什么 陈庆帝急了 一把抓住真庙的手腕 真庙目光落在手腕上 愣了愣 他还没有顾上修脑 陈庆帝已经有一些抓狂 逼近了一步 手上用的力气更大 你说 真庙完全被陈庆帝这举动搞懵了 醒过神来 只闻 独处于男子的气息 把他包围 像是强势的野兽 无理地闯入私人领地 脑子一热 就忘了眼前这祸是皇上了 有没倒数 小牙道 放手 说着还照着陈庆帝的脚背 狠狠踩了一脚 陈庆帝闷哼一声 出人意料的是 竟还没有放手 而是双眼直愣愣盯着真庙的脸 他脑海里闪过凌乱的画面 诱如满面的太妃 拿了美人锤抽打他 那样子 那眼神 渐渐地和眼前的人重叠了 陈庆帝露出一个恍然的笑 这妙脸色缓和了一些 信道 原来这家伙因为太妃的死伤心过度 难怪举止失常 他勉强露出一个安慰的笑容 皇上 话还未说完 就被陈庆帝一把搂进了怀里 条件反射之下 他把头上那唯一的簪子拔下来 举手要刺 就听陈庆帝在耳旁说道 太妃 我再也不乱来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只是忍得太久 真庙手中的簪子直接落到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而他整个人已经实话了 树不清被天雷轰了多少下 而簪子落地的那一声脆响 一下子惊醒了陈庆帝 他松开真庙的手 连连后退树部 脸色铁青的盯着真庙 真庙早已是外交里呢 舔来舔有一些发干的唇 产生问道 刚刚 说到这里 他悶然住了嘴 再也不敢问下去了 匆匆低下头道 皇上 时辰不早了 臣父告退 他埋头就走 就听一声冷喝 站住 真庙脚步一顿 走得更快了 直接向门口冲去 陈庆帝那个气啊 直接一个剑步堵住了去路 夏明 真要你走了吗 见真庙脚垂手不语 身子微微抖着 只觉得心烦意乱 冷声道 你抬起头 真庙低头站着 还是一动不动 你抬头啊 你以前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朕当了皇上 就连和朕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真庙抬头 早已是泪流满面 粉刺笑道 是啊 你当了皇上的 后面那句话没有说出来 陈庆帝却懂了他的意思 若不是当了皇上 又怎能逼死太妃呢 到现在 真庙再无城府 也终于明白 彩和为何会选了那样一条绝路 他像是坠入了冰窟窿里 连头发丝都是冷透了的 只觉得真相荒唐又恶心 他又说不清的压抑恐惧 真庙下意识后退一步 不小心碰到了捉腿 鸭群的玉佩发出轻微脆香 陈庆帝冷眼看了过来 陈庆帝仔细端详着真庙 他刚刚抽出簪子太过急切 满头琴丝都劈了下来 脸色苍白 但因为年轻气血旺盛 纯却像是娇艳的桃花瓣 泛着粉润的光泽 他的眼睛和太妃很相似 都是大大的性和眼 却又和寻常性眼不同 在眼尾一处 有一道优美的弧度 使眼睛变得狭窄了一些 微微上调 在清理之余 显出别样的妩媚来 陈庆帝又有一些谎神 一阵极为难堪的沉默之后 真庙明明春先开口 网上要如何 他声音清澈透亮 一双模子虽然娇媚无双 同人却黑得纯粹 有着少女的纯真 陈庆帝想 这是家明 和太妃当然是不同的 这世上纵有相似的容颜万千 可太妃永远只有一个 可是有一个和太妃那么相像的人 让他时常看见 又有什么不好呢 家明 你知道了是不是 陈庆帝终于开了口 真庙看着陈庆帝的眼睛 都说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可是他眼底深邃 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或许就是因为善于掩饰 才笑到最后吧 真妙想 那个爽朗促俠的六皇子 哪儿去了呢 神父不懂皇上的意思 陈庆帝只觉得那一张 和太妃相似的脸格外的暗言 心中怒气上涌 冷笑道 家明 太妃昨日还见了你 她最后的阶段 是要你陪着渡过的 你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吗 你和旁人有什么不同 就凭这张脸 得了太妃欢喜 她伸了手 毫不客气地捏住真妙的下巴 这妙气得发抖 这人还讲不讲道理 和她撑风吃醋来了 是了 能喜欢上自己数祖母的人 难道还指望她有什么节操不成 不过就是 老天不开眼 让这变态当上了皇上